热腾乳的包子一出炉 随着蒸汽散发面箱 客人立刻上门抢购 一买就是二三十个 送三个哦 两个青姜两个豆腐好了 客人口中的麻婆口味 就是店家独创的麻婆豆腐包 来自老板娘小路老家贵州的家乡菜 用菜刀把豆干剁碎 再含冬拌酱 香菇木耳 冬粉 酒层把胡萝卜下去拌炒 红通通的炒到喷香 再包进面皮里 微辣够味十分饱足 每次一出炉就被抢购一空 晚来可就买不到 吃过觉得它的口感很好 因为我是住宿里蛮远的 所以我有上台北才会过来这样 我上次来没有买到 对 今天刚好有 买十个大概缺好几样 真的哦 大概有七八样 我只买了一两样回去而已 所以爆汗今天又过来 口感会不一样 很少吃到这种口感 所以你吃过一次就 掉啊 我吃好久了 从他们一在这儿 我就知道又不辣 然后口感又好 然后抓得住我们台湾的这些 让客人一吃上意 朝思暮想的麻婆豆腐包 是老板娘将原本吃起来 比较硬的贵州版豆腐 该用口感香劲的豆干来取代 为了能包进包子里 加入冬粉收吃 让味道更浓郁 小时候在家都是用豆腐包 可不可以拿豆腐来做馅试试看 因为在台湾好像还没有人做豆腐馅 它不辣 它是香 就像小孩子都在吃的辣了 馅料多到面皮都快包不住 这个大锅看起来像卤过的笋子 其实也是老板娘无创的牛棒口味 灵感来自以前打工拉面店小菜 使用正烧酱手法 牛棒统统不小皮 鲜无为看得见 非常养生健康 因为牛棒它有个特殊的味道 有的人吃不习惯 但是很多就是比较有点养生观念的人 都很喜欢吃 因为牛棒本身就很甜 我只是 我也没有用这些 我只是在做好在过程当中 做好以后加一点蚝油膏下去 这样子而已 对 调个味而已 脆脆的 很好 这个没话讲的 好好吃 因为它味道不会很重 但是它牛棒它吃起来就是蛮脆的 非常好吃 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来买两次 完全没炒 在高丽菜吃起来很脆 基本款的高丽菜包 一波开馅料整个爆出来 馅嫩多汁 皮薄到像小笼包 却吃起来很有嚼劲 因为这面皮可是加入老面 口感 阴阳满的 就是跟你讲嘛 老皮的这个吃起来 表示咬起来是有那种面的香味 对 有那种好像 好像我们以前酒区啊 那种感觉的那种 那种味道会出来 就好就好在这一点 有地瓜的啊 有黑糖的啊 还有杂粮 芋头啊 很多很多南瓜的 这都是蛮好的 除了包子客人再不绝口的馒头 也特别讲求养生 甜菜跟加入老面 天然粉色 十分好喜 没有过重的土味 反而尝得出淡淡的甜味和面香 南瓜和地瓜 也不同于外面做成馅料 而是刨成丝破面做成馒头 这家隐身在小巷弄的素包子店 一颗20块油爪 靠着口耳相传 养生素包子成了活招牌 让不吃素的人 也爱上这里的素包子 记者欢迎你 黄宝头 孙北市报道